各位朋友, 今天我和大家做一個香蕉核桃蛋糕 而我這個蛋糕是很受人歡迎的 因為我的核桃足夠, 而且香蕉味夠香 做這個蛋糕, 首先我們要準備兩隻很熟的香蕉 熟到見到斑點的 然後我們把它剝皮, 拆爛它 因為如果香蕉不熟, 做蛋糕出來完全不夠香 所以大家選擇的香蕉, 要選擇得很熟 而且要搓得很爛 搓完之後, 把它放在一邊 接著我們就準備一些核桃 我們大概需要100克的核桃 因為核桃一般買回來是未加工過的 我們自己就要做一點手腳 用鍋, 什麼都不用加, 油什麼都不用加 然後將它用慢火炒三分鐘 炒香它就可以了 但千萬不要炒焦 好了, 炒好之後我們也放在一邊 現在我們又要準備一些麵粉了 我們就要用中筋的麵粉200克, 即是All Purpose的粉 梳打粉1茶匙 然後又要加鹽半茶匙 然後加鹽半茶匙 加鹽半茶匙 然後再加鹽半茶匙 我們要加鹽半茶匙 由於我們做鹽半茶匙 要做兩次 為甚麼呢 因為因為 令鹽半茶匙 會令鹽半茶匙 會令鹽半茶匙 然後蛋糕 就會升得更好 如果鹽半茶匙 如果鹽半茶匙 就不好吃 所以這個步驟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接著要準備一個1.2公升的高盤 然後加牛人籽 墊底 但是為了不想那張牛人籽 動下去 我們預早要放1茶匙 的油 讓牛籽黏在盤上 這個時間 我們也要準備 110克的牛油 而這110克的牛油 我們就已經用了 將它倒入混合盤裡 然後我們又要加100克的砂糖 加完砂糖之後 我們就用手提的混合器 將牛油和糖 用中速攪拌 攪拌大約2分多鐘 那些牛油和糖 大家看看 就融合在一起 我們這個時間 就可以加一湯匙 加完那些油之後 我們又要加雞蛋 我們需要兩隻大雞蛋 加了雞蛋之後 然後呢 我們又是用那個混合器 就是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不用攪拌很久 接著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入這個 酸奶 125毫升 也要攪拌均勻 我們只可以用酸奶 或者是酸奶 不可以用鮮奶 大家記住這件事 攪拌完之後呢 我們把香蕉放進去 也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不需要攪拌好久 最後 我們將所有麵粉 就會倒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 我們也要攪拌均勻 也不需要攪拌好久 大家覺得它是均勻就可以了 不需要攪拌好久 記住 接著呢 我們拿出來 就開始用人手去攪拌均勻 因為我們要加些合圖下去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用那個機器去攪拌均勻 然後呢 我們就加些合圖下去 以後是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不需要攪拌太久 記住記住 攪拌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所有東西 倒進去膏盆裡 倒進去膏盆裡 倒進去膏盆之後呢 我們記得要攪拌一下膏盆 攪拌完膏盆之後呢 我們在上面呢 也要加些合圖上去 這樣就特別好吃了 好了 當我們加些合圖在膏盆上面的時候呢 就要準備那個焗爐了 那個焗爐呢 我們用350度 350度火 然後呢 就焗一個小時 大概半個小時呢 就調一調位 好了 焗完之後呢 我們拿出來呢 就用竹籤去試一試 拔出來 如果是沒有東西的呢 就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整個蛋糕呢 拿去把牛子 撐出來 就放在一個架上面 啊 等它凍了 攪拌了 攪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蛋糕呢 切開一件件 每一件呢 大約是一寸厚 不要太薄 太薄就不好吃了 然後呢 就用保鮮膠脂包著去 這樣呢 就完成了啦 這個蛋糕呢 是真的好香的 大家不妨試一試啦 再見